Hello Hello 今次你的角色 應該是延續上次那個 因為很大回響 是呀 延續回 其實我看鏡頭還是看你 其實延續上一輯 延續下去 但是來到新的一輯 因為它上一輯 最後是吸毒 吸毒令到它那個精神已經有些問題 所以在第二輯裡面 那個精神狀態是嚴重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是 在這一輯裡面 我最初接到這個角色的時候 即是說延續下去 但是精神狀態這樣 都研究了很久 才想到怎樣去演出 今早都很開心 家劉哥跟我說他很喜歡我那個演出 覺得我那個設計很好 聽起來起碼是一支很厲害的強心針 但現在是否這次是 你是最後一輯那樣 因為我天天遇過 是怎樣的 入了獄 精神病 很厲害的 入了獄 不代表做不到事情 入了獄 都做了些事情 那一刻才厲害的 回到最後一輯沒有問題的 剪排他們 阿Ben他們 搞不搞得好我呢 就要看下去了 那好像你早幾天拍戲 好像是不是受傷了 做什麼發言 沒有 早幾天拍了一個 警星百二秒 因為他這次就很大的製作 就找了很多真的飛虎隊 來跟我一起拍 那人飛虎隊真的很好伸手 很大力的 那可能一下不小心 那他想搭低我的時候 那其實我可以用身去下 但是一搭下去 我左邊褲多 帶著一個新的電話 那為了保護新的電話 就變了 就拿了一塊面落 那其實不關我SU的事情 就這樣拆損了少少 那今天已經康復了 那些很少的皮外傷 反而那一天是 他們做了很厲害的造型給我 就是用這些紋身紙 紋身貼 整個面都是 然後整個手很長 那那天收工的時候 我以為家裡的酒精紙 可以抹掉了 誰知道擦了擦不掉 那所以 那很幸運 在我八點幾九點的時候 和我老婆做了一個很明智的決定 馬上開車出來買 整瓶的消毒酒精 那誰知道真的要很多消毒酒精 才可以清掉那個紋身 那你這樣出發 那你這樣出發 不是挺乾的 那裡搞了 都搞了半個小時 但是乾我 我接受他 我一向都乾乾的 所以那個酒精對我沒有影響 那你貼的時候呢 貼完回家 那些小朋友 有沒有說 爸爸這麼有趣 他們是 沒有怎麼理過這件事 他們是覺得 他又不覺得恐怖 也不覺得有趣 但不會喜歡過爸爸的樣子 他們就是喜歡 為甚麼 為甚麼你變成這樣 一塊塊這樣 他都沒有甚麼的 那接下來有沒有說 這些新劇都會來拍嗎 會啊 我知道 接下來會去拍一個 就是聽了故事的 那就是 都是照舊 我們現在的製作 都是先去了深圳取景 然後再拍香港 那都是這樣 就是中港兩邊走 但是如果現在好像去深圳拍過 那些都是大製作劇集 就是無線重點 是不是 其實 我 是的 我就經歷了兩套 剛剛拍了 《反黑英雄》和《黑色月光》 已經是兩套同一時間拍 那我就 每天都中港這樣走 那我記得我太太一天早上打給我 下午打給我 他說 老公 你現在香港還是深圳 我 我今天是香港的 他已經不知我在哪裏 因為那時 他們的編排好 剛好 早上就做拍《反黑英雄》 在香港 那夜晚就去拍《黑色月光》 那其實我都很享受 這麼全的時間 那上到夜晚 那其實你拍完 你就想休息 那上面睡覺 然後第二天 誰知道第二天 香港要繼續《反黑英雄》 所以其實晚上拍完之後 就要留你馬上回香港 那它的時間維持了十多天 是挺過癮的 但是 少少辛苦 但是OK 享受它這麼忙的 這麼密的時間 那黑色月光是一個很厲害的製作 是 我有幸 我有幸可以參與你們 那接下來 那個 如果照你這樣 都是一個厲害的製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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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